哈哈哈哈哈 哈 你旁邊有人在嘆氣耶 沒有我跟他講太好了 講答 去除除槍 哈哈哈哈 卡卡卡 充選不算入北方 哈哈哈哈 耶 歡迎來到DiscoveryL婚禮知識王 邀請到四位外國朋友要來挑戰 誰會是知道最多婚禮知識的知識王啦 遊戲規則 採用九宮格的方式 每一格都有一個主題 答對的那一題呢 就會得到清新相對的分數 一樣是搶答的方式 只有聽到口令才可搶答 否則會喪失打擊資格喔 我們來看一下 請轉 電腦三圈 有點緊張 伴娘 伴娘好 伴娘 請問一下婚禮為什麼要有伴娘伴郎 A比較熱鬧 B解除詛咒 C讓新娘的美更突出 D傳統習俗 請搶答 啾 喔 這講名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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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詛咒 是有那種妖魔鬼要來抓新娘的傳說 那一排排下去 他就不知道誰是新娘 哈 你旁邊有人在嘆氣耶 沒有因為我跟他講太好了 哈哈哈 好 答對 耶 解除詛咒呢 是來自19世紀的英國喔 喔 我跟他太慢了 那為什麼英國會有這種 新娘就很早期的時候 會變成目標被被搶 因為你通常結婚會拿很多架抓錢嘛 所以在路上 和他新娘碰到這些壞人 所以就會有其他人 讓他們不知道說哪個才是新娘 所以不是妖魔鬼怪 是人比妖魔鬼怪更可怕 白照很多 但我不想講太多話 等一下會出現 哈哈哈 喔 留一手 那你們各國有沒有什麼婚禮禁忌呢 我們有 就是結婚之前 老公不能看老婆穿的衣服 比方說你們在台灣去買新娘的衣服 老公就會看 因為他要付錢 但是在烏克蘭不可能 就是老婆的父母買這個衣服 所以老公都不能看 只有結婚那一天可以看 那日本咧 那個日本因為沒有搬娘 那種的 那天是為了新娘 所以我來台灣參加婚禮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很漂亮的人 所以哪一個是新娘 我也那個 不知道 大家都很心急 大家都想要搶新娘的通知 所以如果那個去日本 參加婚禮的時候 別的人不可以穿白色的 因為那天是新娘 好的 我們要下一題囉 請轉 婚小 來了來了 請問各國婚禮傳統服飾配對 何者錯誤 A 日本 B 烏克蘭 C 馬來西亞 D 英國 講哪 喔 還沒講請搶答 快急了 請搶答 請搶答 卡住烏克蘭 那張照片應該是印尼的 恭喜 所以我看過他們是那個 向日葵 因為他們的國花是向日葵 那個葵花油是他們 全世界上產量最多的 那潤子那個日本啊 他頭上有個白無垢是不是 這個是真的傳統的 應該是我媽媽媽的 年代的人才帶這個 傳統的先上舉辦婚禮的人 一定會穿著 就是如果在神社結婚的 就會穿這樣對不對 喔 好 我看一下下一題 好 請轉 這個很比較難 請問下列 迎取物品何者用途 說明錯誤 A 八仙彩 增加喜慶 B 帶路 G 起家幸福 C 車頭彩 表示新娘車 D 豬肉 依食無憂 請搶答 講哪 恭喜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助手 A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因為C跟A都錯 然後B我還有聽過 所以我就選D了 答對 沒錯 答案就是D 豬肉 他的意思呢 不是衣食無憂 他是為了要擋煞 然後呢通常新郎迎娶的時候啊 會和清竹跟甘蔗一起綁在車上 就是要屈吉畢兄套一個吉利 所以真的那個叉子上面放豬肉 然後開山嗎 嗯 Yes 真的喔 騙我的嗎 真的 三千前面炒豬肉 你已經解釋完了 不會騙你嗎 你看 我還有圖片 可是現在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我好像沒看到 傳統習俗 現在有 看起來有傳統 那我們要請下一題囉 請轉 儀式 這感覺蠻難的 對啊 下列引起了儀式的含義 何者錯誤 A 過火爐 人兵興旺 就是子孫很多的意思 B 丟扇子 壞脾氣丟掉 C 潑水 娘家的祝福 D 踩瓦片 做人妻的決心 請搶答 搶答 因為我有看過影片 然後媽媽說我不要破水 我覺得這不是祝福的意思 恭喜 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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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搶答 出雄 出雄 過火爐 答錯 答案 D 丟扇子好像聽過真的就是 就是新娘要把 不好的一些習慣給弄掉 勞行內 台瓦片不是做人妻的決心 它的意思呢是 早生貴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蜜月 好 我們來看一下蜜月的題目 請問 蜜月的由來 何者錯誤 A 怕老婆被搶走 所以帶出每個月 B 夫妻倆喝了一個月蜂蜜酒 C 岳父要求女婿婚後 喝一個月的蜂蜜酒 D 新婚還沈浸在甜蜜的時期 請搶答 她好想搶 沒有 好事情 沒有人要搶 沒有人要搶 我只可以一集是對的 我就是媽媽 那終於A 都結婚 為什麼還要怕老婆被搶走 答錯 任子 錯吧 對錯 應該是蜂蜜有意思 讓男生 天天喝 那就變厲害 所以老婆不用喝 老婆不用喝 恭喜答錯 答錯 答錯 你看她喝酒的 就不會變厲害的 就睡覺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我記得我爸爸媽媽結婚之後 我爸爸叫我媽媽Darling 我媽媽叫我爸爸Honey 老公是Honey 所以要喝蜜月酒 先我回答 我們其實是不是錯的 答錯 我愛做做飲 蜜月這個詞呢 是中古世紀 當時夫妻結婚的時候 新娘她會醞釀一個月的蜂蜜酒 給新郎喝 相信可以增強身體 提高生育率 喔 真的啊 吃蜂蜜可以 你夠強壯了 我已經刪了 不要再喝 恭喜師兄 耶 來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提餅 請問下面對於喜餅的解說 何者錯誤 A 原名是訂婚禮盒 B 男方出錢買給女方 C 只有新娘親友才能拿 D 又可稱婚餅 請搶答 恭喜答對 好沒錯 其實D 啊它不叫婚餅 可稱嫁女餅跟喜餅 正確的說法應該叫做訂婚禮盒 而且為什麼只有男方買給女方 是因為為了要感謝新娘的爸爸媽媽養育 就有點像洗腳的那個祝福的概念 日本有嗎 日本沒有 為什麼日本習俗很多 你都沒有 對對對 日本是沒有分開那個男方女方 所以參加的人都可以 而且日本比較複雜的是 那有喜餅也有 那另外要 紅包的一半的價錢要回禮 比如說一萬塊 那這樣的話 那我們要準備五千塊的東西 回禮 每一個人不一樣 喔 客製化就對了 對 客製化 我們有專門的那種的 對 新入 有點像是一本書的那種 對對對 一本書 對對對 他們拿那個書帶回去 然後他可以自己選 然後自己 自己畫錢圈 對對對 然後黑帽送給你 那這樣不就要送很多 很多很多 每一個人 天啊 難怪日本婚禮很小 住進很多消費 住進很多消費 日本婚禮辦很小就對了 你也不一定 因為我婚禮去沖繩辦 然後大部分的地方都說 只能四十位來賓 沖繩不算日本吧 沖繩的文化跟日本 比較不一樣 對對對 你看他民族也不一樣 他是不一樣的民族了吧 沖繩人還有沖繩語啊 他們的語言也有 我覺得沖繩跟台灣的原住民很像 對對對對對 我們不一樣 我們送仙的東西 是婚禮前一天 老婆的媽媽要自己做一個麵包 然後送所有的牛神吃 而且你要把那個麵包放在你的枕頭下面 然後睡覺的時候說我要問到我的老公 這是還沒結婚的牛神 我有查到就是 烏克蘭對於麵包好像是覺得是高貴的象徵 對不對 他們吃飯可以吃不完 但是吃麵包一定要吃完 對啊 我們結婚的時候有很多種不一樣的麵包 大概四種 一個很大的很漂亮的 看一下下一題 請轉 沒人 沒人 請問下列合者對於沒人的說明錯誤 A年齡要40歲以上 B生肖不可以屬虎 C不能離婚跟再婚 D男女都可以當沒人 好啦我們讓他一次機會了好不好 沒有這回事 什麼一次機會 對 請搶答 主熊 不是要放給他 好主熊 我覺得是D 沒有看過男生的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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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過男生的都是女生 你們都要猜D 對 好通通答錯 喔 不對 平搶答 那這樣的話 A不都是 這個時候都是台灣阿姨啊 恭喜 答對 好沒錯 比較正統的條件的是需要45歲以上 然後沒有離過婚 婚姻幸福美滿子 孫滿堂 嚴禁屬虎的當沒人 我有當過 如果這個男生跟女生 是因為我 讓他們認識的 他們結婚當天會特別包一個紅包給我 因為我有拿過這樣的紅包 那我很多朋友欠我紅包 下一題喔 好 我剩兩個了 紅包 一顆星 好可以來吧 請問為什麼男生在婚禮上要抽花椰菜 A 確保未來蔬菜修成 B 純粹婚禮遊戲 C 宣導性病防禦 D 盡快找到另一半 請搶答 主持人 C 沒有因為這 這應該是比較近代才開始的 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實在人家都很亂 對 恭喜 答錯 請搶答 A 代表說以後就是豐收跟錢有關 答錯 加上 B 應該是不用搶太多 這個只是遊戲 答錯 我本來要選D 因為我們在烏克蘭有類似的遊戲 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所以每個人抽顏色 然後每個顏色有自己的代表的東西 好 恭喜 誰啊 我 終於 分享太多話了 不可以大家都評分啊 好 最後決勝題 請看 請問下列結婚週年紀念日何者配對錯誤 A結婚四週年叫做私婚 B結婚十三週年叫做剛婚 C結婚三十週年叫做珍珠婚 B結婚六十週年叫做鑽石婚 在這裡 B 因為我覺得十三會有這個傾富嘛 可是十三都不太好的數字 喔 突破蠻長欸 十三在西方是不是有不少數字 對啊為什麼會有十三啊 恭喜答對 但是不是這個 那嗎 結婚十三週年呢叫做花邊婚 英文叫做Less Wedding 就是比喻婚姻生活多彩多姿 生活常出現有趣的事物 好 我們來公布冠軍 恭喜冠軍就是 耶 耶 伴娘沒白當 我剛剛好幾次伴娘 今天的婚禮姿勢啊 是想帶給大家 除了結婚的歡樂姿勢之外 也包含了傳統文化習俗的差異 在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方式來表達 但都有相同的含義 包含滿滿的祝福 用心將這份愛與溫暖延續到永遠 耶 謝謝 阿奈